日元贬值吸引更多国人到日本旅游 有受访的旅行社表示 今年前往日本的游客 比去年增加超过15% 这导致了当地旅游巴士服务公布应求 近期在北海道发生的旅游巴士意外 可能同巴士短缺有关 我们来看记者黎嘉宜的报道 日元汇率持续下挫 目前一新元可兑换91日元 促使了大批国人到日本游玩 受访的旅行社透露 游客增加也造成了旅游巴士和酒店需求相应的提高 导致了价格纷纷上涨 如果订了酒店 它肯定要翻倍 可能200变400 最困难就是车子 城里面比如我们在大阪的团队 订不到大阪的车子 我们必须从比较远的城市 跟它安排车子过来 这费用的话可能是翻50% 针对日本北海道近期发生的两起 新加坡旅游巴士意外 旅行社认为 这可能是因为巴士短缺所引起 现在巴士短缺 有可能很多司机就疲劳驾驶 肯定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客员已经在这边了 每个人都想说 我尽量多这些客人 就可能就会造成 这个事故的发生的比较频繁 日本旅游局的数据显示 到日本旅游的新加坡游客 2013年约18万9千人 比2012年多出了33% 今年首十个月已达到了15万3400人 旅行社预计 随着日圆走势疲软 到访日本的新加坡游客 还会继续增加 我们下期再见